好的,我们今天讨论尊孔的2021年的考卷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贺金银,尊孔是你的 尊孔的考卷 图中的工具呢,用以测量一枚硬币的直径 那持硬币的直径是多少? A 所以这一题考的是,考的是你看得到的是9.2 很多学生看到9.2就全9.2cm 不过9.2其实你要扣掉那个8 所以其实是1.2cm 1.2cm来讲呢,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你要换成mm,就会是12mm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简单 第二题 Izac 某同学对农村随处可见的动物 进行的分类下列叙述错误的是哪一个 第一是脊椎动物 二号是无脊椎动物 三号跟四号呢,是身体是否有外骨骼 蜻蜓跟这个蚯蚓 然后五号跟六号是猪跟鸭 它是讲是否用肺呼吸 进行动物分类除了要比较这个形态结构 也要比较生理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C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哺乳类跟鸟类的差别不是在于是否用肺呼吸 因为两个都是用肺呼吸的 你可以用说是否有羽毛 又或者是卵生胎生 一般来讲就是卵生是这个鸟类 胎生是这个哺乳类 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区分比较正确一点 所以这个五跟六肯定是不可以用肺呼吸来分辨的 第三题 Jekrys仓伪 用显微镜观察这个细胞的结构的时候 以下镜头组合放大倍数最大的是哪一个? 放大倍数怎样看? 沉起来了 目镜跟物镜的倍数呢 沉起来我们就知道说哪一个是最大的 仓位在吗? A10跟40 沉在一起就是最大的 这个是40 400 400倍 其余的都会比较小一点 反正10跟5的选择我们要选10 40跟10我们要选40了 就这样子而已 第四题 看草鲤虫你不要以为看到草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业力体 其实它没有 纯粹说它很像一个草鞋的一个形状 它是没有业力体的 所以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有业力体的那个是医草 医草类的那些就会有业力体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又可以游泳 这样子 它能够在水中运动呢 因为它有鲜毛这个结构 然后有成型的细胞核 没有成型的细胞核呢 是细菌 细菌才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能够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它好像有一个颜点 有颜点 就是说可以感光的一个细胞 好像是有 不是细胞 一个感光的感光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最错误的是这个光合作用 因为它是完全没有这个业力体在里面的 第五题 到薰姿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打开乒乓 看起来 看起 看到白雾 应该是白 什么白气 白气 应该是气 sorry 这个应该是谁做字 是水蒸气凝滑 游泳的时候 从水中上岸会感觉到冷 是因为水蒸发细热的缘故 水盈温度计 不能用于温度低于 水水 水银凝固点的环境 就是因为它如果它凝固的话呢 它就不可以再使用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冬天 湖水表面结成冰块呢 是水凝固的结果 所以不正确的应该是A 因为你看到白气呢 其实是水蒸气液化 不是凝滑 还不是凝滑 所以答案A是不正确的 其余的都是正确的 水蒸发细热 所以你会觉得冷 对了 OK好 第六题了 第六题到许家明 音乐家贝多芬耳朵听不见 然后能够听到自己演奏的曲子 以下何者说法可以解释以上的现象 贝多芬听的是因为 听得见 听得见是因为双耳效应 还是因为各种乐器的音色不同 还是声音可以被反射并产生回音 还是可以透过固体振动传播 答案是Donkey 这题好像是跟那个 中华好像 龙中华好像有出了一题 类似这个情形的 然后我就跟学生讲 呃 这个题目好像说到不是很好 应该要讲说 贝多芬之所以听到声音 是因为他 咬着一个木头 然后呢 木头的另外一端呢 他就靠在那个墙壁那一边 因为他听很大声的这个音乐呢 弄到他的那个鼓膜破掉了 所以他是靠 固体的振动来把那个声音 传到他的 中耳的地方 直接传到那个 呃这个听小鼓的地方 呃这个听小鼓的地方 窗外有一身穿红衣 黑裙的 呃女子 请问该女子可能穿以下哪一种颜色的服饰 这题有点类似2020年 呃出 好像出过了一题 但是那一那一题好像比较难一点 ok anyway so你来看一下 呃 因为他隔着红色玻璃 红色玻璃的意思就是说 他允许红光透过 不允许其他光透过 所以这个衣服会是红衣的话 就是说 他有红色的成分在 有红色的成分呢 就包括了红色啦 紫色啦 还有一个是红加绿是黄色 所以清可以吗 清清好像是绿色加红 蓝色呢 然后如果是黑裙的话 就代表 ok 我先解释到这边 清衣是蓝加 蓝色加绿色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红色的成分 所以不行 黑色也没有红色成分 黄色跟白色可以 因为有红色的成分在 但是呢 你要看到黑裙 意思是说 他的这个裙子呢 就没有红色的成分 没有红色的成分呢 就是说可以是绿色 可以是青色 也可以是蓝色的 ok so这一边来讲呢 你就看到A就不行了 说正确答案是Donkey 这一题 会比较难 然后呢 我觉得他是模仿 这个2020年初的 2020年那一题 我考完试了之后 我就把它弄成Google form 然后放上网给 给那一届的学生去做 很踊跃 差不多我收集了 一百五十多份吧 然后呢 有八十八仙的学生呢 做错那一题 所以那题基本上是一个 killer的题目 所以这个我也画起来 让大家去搞懂这一种提醒 好不好 希望今年不会 今年出了 应该大家都会掌握好吧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好 这种类型的题目了 好 宜璇 下一位 第八题 如图所示呢 是一个平面镜成像的 这个实验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哪一个 蜡烛在平面镜成的像 比食物来得大 蜡烛和像对称于镜面 蜡烛在平面镜中成的是实像 蜡烛一进平面镜的时候 像会远离平面镜 好像只有boy是正确的 我们这有一个这样子的讲法 就是蜡烛和像对称于 这个镜面 意思是说它同时大小一样 然后呢它是左右对称的 再来的就是它的距离 跟这个镜面来讲呢 是垂直距离呢 是相等的 所以这句错呢 是非常正确的 再来BCD来讲 错在哪里呢 它的像呢 是跟食物一样大 不能讲说比它大 应该是一样大的 再来是许像呢 OK 许像 然后呢 如果蜡烛依靠近平面镜的话 这个像呢 也会依靠近它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应该是B 很好 感觉上呢 尊孔的题目啊 相当直接啦 然后 也蛮好掌握的 OK Alessia来第九题 如图显示的结构 如图显示的结构中 结构五啊 结构五啊 我们叫关节面 关节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支持 使骨连结 更加 牢固 与骨骼肌 相连接 还是减少摩擦 应该是Dongki啊 关节面呢 它是有软骨 它是软骨来的 软骨覆盖在那边 当然它的目的 你会看到软骨呢 是会特别的滑 它的表面特别的光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鸡腿 你就会有 那个关节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 有一层 不懂怎样形容 它有点像 Rumber 但是它是很光滑的 那个结构是 那个 软骨啦 所以它是可以减少 摩擦的 那关节其实有很多结构 都可以 减少摩擦 包括了里面的关节液 三号也是减少摩擦的 然后呢 关节面 也是减少摩擦的 所以因为真的是 常常摩擦吧 因为这个关节一直在 活动 都一直要 减少那个摩擦力 所以这个是Dongki OK 第十题 邱田轩 一条 一条弹簧 圆长X 受到了三个牛顿的拉力 变成了6.5 当弹簧 受到了五个牛顿的拉力 变成了7.5 请问圆长是多少 你算的答案是C 那我演示一下 这一题怎样去计算的 OK 我一般来讲 我就不喜欢计算 这个题型 老实讲 这个题型 用列表的会比较容易 怎样讲呢 012345 对吧 这里三个牛顿呢 它会 变去6.5 五个牛顿呢 会变去7.5 也就是说呢 一个牛顿呢 它会相差 0.5 所以这里是7.0 所以我到后的去写的话呢 6.0 5.5 对吗 5.5 然后呢 就到5.0 就可以找到 它的圆长 是5.0了 这个做法 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尤其是数学 不是很好的 同学们 好像一直叫他们做 交叉程啊 什么的 F除以X 真正来讲是F除以X F1除以X1 等于F2除以X2 那个是他正式的一个写法 除非做 除非出在做答题 不然的话选择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列表的方法就可以搞定 OK 再来 张义恩 下列关于重心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重心是物体上最重的一点 重心是物体 所受的重力的作用点 不倒翁 可以一直维持不倒 因为其重心很高的原因 然后一根铁丝被弯曲后 它的重心忍在铁丝上 Voy 是的 这个重心呢 就是重力的作用点 要通考了 很大压力 我先解释完这题 然后ACD错在哪里呢 重心上不是它最重的一点 是整体 整体的一个平均 得出来的一个点来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最重的点 但是如果那个位置比较重的话呢 就比如说它下面比较重 上面比较轻的话 它会把整个的重心拉低 它会影响 不过不是说那个点是最重 然后呢 不倒翁不倒 不是因为它重心很高 而是很低 这个是倒转了 再来Dongki来讲呢 一条铁丝 如果它转弯了的话 我稍微的画一下 就是说它这样子弯曲了 你会看到它的这个重心呢 可能就在铁石的外面了 因为它整个的平均的一个位置呢 可能就会是在外面的 所以重心可以在 可以不在这个物体上的 这个概念一定要记熟 所以很像说一个桌子 桌子的重心 如果你是那种很普遍的 上面一个面 四个角 很可能它的重心 都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一点 不在这个桌子上 OK 大概是这样子 同考很大压力 看你的目标 Hobot讲同考 好像20分就及格 这个初中同考 感觉上 好像有人贴出来 那个标准是 大概是20分 我也的确的是感受到 因为我有一些很弱很弱的学生 他还是可以及格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及格是不难的 真的 但是如果你要考好的话 还是有它一定的难度 像你如果你的目标是A 他的A好像还是放在这个80分 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A的话大概80分 所以好像就一个等级就10分还是20分 这样子 所以变成了B以上 你60分以上就差不多 所以拿初中来讲拿B其实是还行的 因为你平时在学校呢就及格的就是就是60分以上嘛 所以都很多人都可以拿到B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目标应该要A跟B这样子啦 中华的话 中华的学生的目标应该都要B跟A跟B之间这样子 但是A1 A1 A2那些是高中 高中才会有分的比较细 就是A1 A2B1B3B4B5B6C7E8F9 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12345678 他分成了8个等级 你会看到B也是很多等级 B3到B6都是B 所以要拿B也是不难 所以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要及格的话呢 不需要太担心 有很多人免考是吧 那个谁讲啊 刚才好像有看到 蓝亭会讲很多人免考 好像Max也是免考了 所以他就讲干脆就不要来补习了 我觉得很可惜啦 你努力了三年 你要总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的感觉 校内考试应该也是考不好 对不对 我们同考 考好一点 让你自己有一个 Max有女朋友了 嗯 这个不管我是 好了 可以啦 聊完天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12题要吧 第12题是 我们从上面再开始为 米贤 米贤第12题 下列的繁殖方法中 属于有性生殖的是哪一个 也是 如果讲起来成家更悲 是不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他们把免考的也算进去 所以中华去年很糟糕啊 连而初中的那个初中的完全 铜金银铜全部都没有 明天可能也是一样啦 如果他把免考的那些学生也算进去的话 可能是这个决定了 害死他 OK啊 第12题 Mb要选的是 Donkey 细菌进行分裂生殖 我们的有无性生殖来讲呢 是有这个 呃分裂生殖是第一个 然后触牙生殖 对吧 还有一个是 呃 还有一个什么 包子好像也是啊 包子繁殖 包子生殖好像也是属于 呃 这个 无性生殖的 还有营养 营养繁殖的 啊 都是 动物来讲呢 只有这个克隆技术呢 是属于无性生殖 啊 其余的都是呃 有性的啦 比比较正常的底下 应该是有性生殖 那植物来讲呢 正常如果是有性生殖 是用这个种子来繁殖的 所以C呢 是这个 啊 有性生殖 加接啦 是吧 加接 这个是克隆 还有这个是分裂 都是属于无性生殖的 啊 OK 一般只能有12个人 其实考试我觉得是蛮安全的啦 啊 因为分的很开 所以如果你要中 Covid 应该是上课的时候 比较更容易中 考试的时候 那个距离拉很远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的啦 不过有时候 家长太担心 呃 也没有办法了 啊 考试 我去考一下嘛 随眠考的 去跟家长讲一下 我要去考一下 我要 try my best OK 第十三题 Record 下列为地球运动 是意图 下列叙述中 何者是抽的 嗯 所以C啊 我先选一下你 你讲的答案 我再读一下 C OK 功力计算呢 是以 此运动 此运动 应该是这样子的运动 为依据 功力是以地球的公转 作为依据 应该是正确了 何者是错误 我们要选错误的 当地球运 运行到A的话 它可能会观察到大潮 其实大潮是跟月球有关 它在哪一个位置的 都有可能会有大潮的 所以A会有 B也会有 C也会有 D也会有 这个大潮呢 跟地球的位置没有关系 要看那个月球在哪里 当然C的话 位置C 位置C来讲呢 北极 因为太阳直射的是 南半球 所以北极应该是 极昼 全天应该是黑 sorry 极夜 极夜 所以应该是 全天是黑夜的一个现象 所以C的这个是 比较错的一个部分 所以 因为Boy 它用了可能 所以这个可以接受 因为在每个位置呢 都有可能会看到大潮的 东西的位置 是全球各地 昼夜等长 因为在这个位置 是春分 春分 这个是夏至 这个是秋分 这个是冬至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C 好 第十四题 含杰宣 如图为 电解水实验示意图 以下 关于电解水的 对话 何者错误 小明说 水在电解的过程 发生了化学变化 小文说 在水中添加适量的氢氧化 那可以提高 实验的反应数率 小叶说 富其产生的气体 比正极多 小花又讲 四管一中产生的气体 会让带于经的木质复燃 所以要选错误的 节选你的答案是Boy Boy是正确的 因为存水是不能导电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里面加了一些 加一些带电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加减 你也可以加加酸 我们的课本是写 加C硫酸 还是C填酸 都可以 C填酸 C硫酸都可以 那在这边他讲 加一适量的氢氧化 那其实也可以的 所以不一定要加酸 你加减 也是有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效果 所以反而错的是东西 为什么 因为四管一是负极 是氢气 不是让带于经的木质复燃 这个是氧气 对吗 这个是氧气 所以这个应该是 可以产生 当然是火焰 或者是 带燃烧着的木质 会有爆的一生 这样子 OK 所以东西错的 好 再下来第十五题 蓝天辉 一个石质量为220g的铝球 它的体积是120cm立方 请问这个铝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如果是空心的 它空心的部分的体积是多大 怎么放温号 怎么没有信心 270的话 因为它的铝的密度是2.7g per cmq 所以照理上来讲 应该是270g 它是有100cm立方 才对 但是现在变成120 应该是有20cm立方 是空气来的 是用这样子一个角度呢 就很容易算出来了 所以这题的计算 没有说太难了 对吧 没有太难了 我们因为它给的是很好的 那个数据 270g 所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那个体积应该是要100的 OK 好 第十六题 陈利康 下图为某湖水 在冬天的时候 温度的这个分布是一图 据图及水的性质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在温度0到4度C之间 水具有热胀冷缩的现象 湖水会因为温度的差异而产生对流现象 使整个湖水的温度逐渐下降 水在A点的密度最大 水在A点的密度最大 E点的密度最小 途中从下 上到下ABCDE 它的温度分别是4度C 3度C 2度C 1度C 跟0度C 这里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题好像不是很好 好像没有什么答案 我用 当我用排除法来看的话 我看到A应该是错 因为0到4度是有反常膨胀 反常膨胀的真正正我们正常底下应该是热胀冷缩 所以是在这一边的是冷胀热缩的 OK 所以应该它是有一个反常膨胀的一个现象 Boy 我们先不要讲 C的话呢 因为A点最高应该是密度最小的 对吧 E点应该是密度最大 所以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 再来这个D的话呢 我们知道4度C的密度最大 所以E应该是4度C 上面应该是0度C 所以应该是01234 而不是43210 所以这里呢 肯定是倒转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排除法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B 但是这里很奇怪哦 因为湖水会因为温度的差异而发生对流 然后呢 整个的逐渐会下降 感觉上又不会的哦 因为真正来讲呢 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层的一个现象 它会上面的越来越冷 然后呢 它会固定在那一边 固定在那边 就是这个温度的那个顺序 会是4度3度2度1度 然后呢就不会再降温了 所以这题我个人是觉得bonus啦 这个要看 看这个 这个 经营 这个同 尊恐那一边给的是什么答案 我觉得它可能 可有可能给的答案是B 但是呢 我觉得更加正确的应该是bonus 没有一个答案的 OK 我好像老师讲B咯 是咯 我就才是这个 因为你要我从中里面挑出一个错误点 又好像 是有点奇怪了 是会有对流 不过是刚刚开始的一个时候会有对流 所以可能这个整个在形容的是之前的一个状态 之前的一个状态呢 它是会有原本有温温度的差异 然后呢产生了对流 然后呢逐渐下降 下降到这个情况呢 4度3度2度 0度1度2度3度4度的时候呢 就会停止 所以你B 勉强可以对这样子 所以 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了 第17题 第17题到黄温森 将温度是为20度C的酵酸银饱和溶液升温到30度C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下列哪项呢 发生了变化 溶子质量会发生变化 溶解度 溶液质量 还是溶液浓度 黄温森 考概念而已 Boy very good 温度改变呢 会改变它的溶解度 不是代表它溶解度改变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溶值会改变 溶液会改变 或者是溶液浓度会改变 其实全部都不会的 除非你 它可以溶更多的 对啊 它是最多是变成了不饱和 因为它的溶解度升高 溶解度升高 代表了它原本从不好和变成了饱和 但是它浓度是一样的 浓度是保持的 OK 所以溶液的质量一样 溶液浓度一样 溶子的质量一样 除非它吸出来 除非它这是降温 然后呢 就有溶泽吸出来 那它溶泽质量呢 理论上来讲是降低 因为有一部分被吸出来 没有再溶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 如果那个情况的话呢 A才会有改变 然后呢 浓度也会有改变 溶液质量也会有改变 所以如果是降温的话呢 就全部改变 但是升温的话呢 只有BOY是改变的 OK 蛮不错的一个题目 再来 第18题 Desslin 海铅 如土 下列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甲层占了地球 月四分之三的大气质量 乙层有臭氧 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 丙层 气温随着高度上升而升高 丁层有极光 有可能会有极光发生 答案应该是C 很明显的 在丙层呢 你的高度升高的时候 你的温度下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升高呢 是肯定错的 所以这题答案是C啦 非相当明显 第19题 凯西 小文随妈妈上菜市场 买了一大栏的蔬果 回家 其中属于植物的生殖器官 是哪一个 洋葱 大白菜 马铃薯 辣椒 南瓜 番茄 菠菜 跟香蕉 我们先讲一下 生殖 答案是C 是正确的 very good 生殖器官有哪一些 生殖器官有花果实种子 我们只要知道 花果实种子是属于生殖器官 在这一边 洋葱其实是我们的 我们的洋葱 其实是晶来的 晶 晶还是根 反正它就是营养器官 不知道它是根还是晶 好像是晶 灵晶 管它 总之是肯定就不是生殖器官 大白菜呢 是那个叶片之类的 所以很多菜 像这个菠菜 大白菜 这些都是叶片来的 叶片呢 也是属于营养器官 跟静业都是营养器官 再来马铃薯是属于快径 所以你不要以为 马铃薯看起来很像果实 不是来的 它是快径 那辣椒是 辣椒是果实来的 在植物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果实 然后呢 香蕉也是果实 南瓜跟番茄都是果实 你不要跟我讲 老师 番茄是属于蔬菜 是 全部都是属于蔬菜类 但是从 从下厨的角度 全部是属于蔬菜了 然后水果 有些学生讲 不是只有水果是果实 有一些蔬菜 也是属于果实 像辣椒跟这个番茄 在植物的角度来看呢 它其实都是属于果实 因为里面有种子 种子一定是在果实里面的 所以里面有种子的 就是属于果实了 香蕉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香蕉里面其实 好像听说以前是有种子在里面的 而且有一些品种是有种子在里面的 不懂为什么 现在那个种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退化到非常非常小力 那个黑黑里面黑黑一粒一粒点 那个就是种子来的 是可以吃进去的 所以香蕉也是果实之一 第二十题 刚才谁进来 Marco Marco 第十二题 来看看 如图为 20题 如图为桃花的 铺面图 以下花的结构 与它的功能配对 错误的是 一号产生花粉 三号保护花的内部构造 七号受精的场所 九号发育成果实 哪一个是错误的 三号是花瓣 花瓣是保护内部的结构 没有错 一号是花药 二号是花丝 三号是花瓣 七号是受粉的场所 就是说他受那个花粉 受精是哪里受精 还是在这个脂肪里面 那个花粉呢 一碰到了这个花 这个叫柱头 是叫柱头还是花柱 它叫柱头 下面一点叫花柱 它会把 它会产生一个花粉管 产生一个花粉管 伸进去 去到这个脂肪这边 然后呢 那个精子呢 就会从这个花粉那边 顺着这条花粉管 去到里面 下面的这个位置 跟配珠 结合 不是配珠 不是跟配珠结合 是配珠里面的 那个卵细胞结合 所以精子跟卵子 受精的地方 是在九号 那这个九号 又会继续的 变成了果实 所以九号会发育成果实 也是正确的 结构九 才是受精的场所 OK 这样子 好 第二次议题 国荣组 某个成年人 他身高仅有90cm 但是顺利完成学业 成绩优异 他可能患有什么疾病 诸乳症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身体矮小 有两个病 的可能性 就是呆小症 或者是诸乳症 那如果是呆小症的话 智力是不正常的 所以就不可能完成学业 对不对 还要有成绩优异 如果呆小症 可以成绩优异 像你们这一般家伙 是什么 其他家伙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这样子 诸乳症 自力是正常的 所以他有可能 发奋图强 可以成绩优异 因为他自力正常 所以这个是可能的 第二次议题 王文乐 小林发现 被丝绸骂过的镜面 很容易沾上灰尘 那是因为镜面与丝绸 会因为什么而带电 然后灰尘则带电 什么带电 可能带电 OK Vin是答案是C 所以因为摩擦而带电 这个是正确的 灰尘会不会带电 这个我们初中的阶段来讲 是说这个灰尘不带电的 它只是说感应起电 因为它靠近了这个带电的东西 所以让它的两端带了不同的电荷 所以让它就是靠近的那一端 会有一个一级相细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带电的东西就可以 吸引一些很小不带电的物体 所以整体来讲它是不带电 但是它也有可能带电 对不对 它也有可能带一级的一个电荷 所以它这边呢 就用了一个可能带电 这样子一个字眼 所以答案是C 第二十三题 无关系 下列电路中 当开关S闭合的时候 会发生短路的现象 是哪一个呢 这个问 这个如果有做我的练习 是常常 考这种题目 有一个 是很明显 会短路的 无关系 看出来了吗 ABCD 哪一个会发生短路 C 错的 那怎样看短路 你从正级那边开始看 就是沿着那条电线看 去到了交叉线呢 你就要分 兵分两路 你就看两条路 如果都有东西的话 这个所谓的东西的 一定要有电阻的 所以如果两个都有灯泡 没问题 两个都会走 然后呢 回来 所以你如果没有任何一条路 是没有经过灯泡的话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像B 你就在这一边 这一端有灯泡 这一般没有哦 对 他就会完全的上去 然后回来 你就会发现到 哎 这条路 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用电器啊 所以这个呢 是短路了 OK 你最后换的 B 是正确的 C的话呢 是属于串联关系 A是属于并联 B 其实也是属于并联 你会看到从这边来 OK 呃 兵分两路 一个上去回来 一个是下去回来 然后呢 这两个的关系呢 也是属于并联的关系 只是说他 从A的一个 这个方法 他把它扭下来罢了 啊 他把其中一个灯泡 画了下去 OK 所以他从从从科学 呃 从从从这个电子工程师来讲呢 他们看得出来 这两个是一样的 啊 所以你们也要锻炼的出来 看得出来 这个A和D呢 是一样的 啊 都是并联 OK B的这个是短路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来接 啊 第二次试题 文立衡 啊 若不考虑温度的因素 关于电流电压电阻的关系 说法何者正确 电压一定的时候 电流和电阻 的关系是成反比 电流跟电阻 的关系是成反比 我一个一个来读 电流跟电阻 电压一定 是电流跟电阻 I跟R是成反比 感觉上对了 OK 我们先看一下A 啊 导体两端的电压越大 这个电阻就越大 这个其实是错的 电阻不会因为你电压增加 然后电阻会跟着增加 这个电阻其实一般来讲是固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呃 像C的话也是一样 你长度相同 材质相同的话 那个电越细 电阻 应该是越大的 这个也是错了 这个有一个 那个 电阻跟长度的关系呢 是越长 电阻越大 然后越细 电阻也会越大 呃 再来Donkey的话呢 我们的电流为零 我的电阻还是一样的 就跟着他的那个大小的 固定着的 啊 所以那个电阻不会因为他的电 呃 不会因为他的这个电流变小 他也跟着电脚 啊 并不会 像这个呢 这个电压越大 这个电阻 也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如果你讲说电压 一定的时候 电流 和电阻 是反比 这个讲法就可以接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 他的电阻 可能就换了不同的电阻 让他的电阻增加 啊 那他的电流 就会减少 啊 这样子的意思 或者是变阻器啊 啊 就是让他电阻增加 然后呢 他电流减少 so boy的这个讲法呢 是可以被接受的 ok 那我们课本呢 其实 有这个 这一句话 这个可以接受 好 第25题 呃 刚才谁进来 Ejo是吗 来Ejo 回答第25题 化学变化中 最小的例子是 能够保持化学性质的 最小例子 又是 原子结构中 不显电性的例子 是 嗯 boy 化学变化中的 最小例子 是原子 这个对 这个对 呃 能够保持化学性质 最小例子 是分子吧 哎呀 这样不显电性的 那个例子 应该是中子了 ok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A的 A才是正确啊 不要看到原子就全 啊 这个只是对一个罢了 当然你讲 老师分子也是不显电性 yes 不过 原子结构中 它指的是原子结构的里面 而分子是原子加原子 才构成分子的 ok 所以这里呢 嗯 不太好了 好 26题 林家瑜 下列的物质 根据他们的性质 进行了分类 以下的组别 分类的依据 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夹主有酵酸银 硫酸铜 碳酸钙 移主有空气 土壤 石油 柄主有二氧化碳 水 氧化钙 ok 你选的答案是C 呃 移主很明显 空气 土壤 跟石油 这三个呢 我们是很典型说 这个 这三个是混合物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丙主来讲呢 二氧化碳 有氧 呃 水是H2O 也是有氧 氧化钙 也是有氧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氧化物 再来这个什么 硝酸银 硫酸铜 碳酸钙 呃 这些都是盐 对吧 所以这个答案是C 是可以接受的 ok 所以答案是C 啊 二十气体 液氧层 下列的气体 对 与对应的用途 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氧气作为燃料 氧气可以作为 呃 填充气体 二氧化碳 可以作为二氧 光合作用的原料 氧气可以保护 明贵的 化 可以 呃 作为 保 贵重 明化的保护器 ok 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这个 好像常常考 这个吧 如果你常常看题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氧气可以填充气体 这个对吧 因为除了氢气以外 氧气就是第二个最轻的气体了嘛 所以 BOY应该是正确的 呃 反而A不正确哦 氧气是作为燃料吗 作为助燃机 啊 所以这个错的 OK A是错的 28题 说上1 正确的实验操作是实验成功的重要保证 以下哪个实验操作和实验内容不配 不匹配 A是铁丝在存氧中燃烧 A B是自取氧气 C是检验二氧化碳是否 极满 第一是证明二氧化碳不可燃 不助燃 密度大于空气 左上1 哪一个操作好像不是很正确 嗯 说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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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题 C 嗯 是啦 答案 C错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看二氧化碳是否集满 你的这个火柴需不需要插到这样整啊 不对啦 如果要收集满 应该是要确保 它在这个位置就已经熄灭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插到这么深啊 这个插到这么深 应该就是说这个 呃 到这一边呢 都还没有 啊 这个二氧化碳在这边呢 应该都没有 呃 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OK 所以这个操作呢 应该是要在 上面的啊 就是插在上面那边 停口的位置 好 29题 下列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零星银 O3加两个HCL得到CACO加H2O加CO2 哪一个是正确的零星银 主要我觉得看配评了哈哈 你要看你差不多看配评你就发现到有几个就可以踢走了 好 零星银 看到答案吗 找到吗 29题 零星银 很明显一下的不 零星银一身 零星银两身 零星银三身 我换人 正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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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了 A是错的 为什么 你看他左边C要一个右边C要三个 这个明显就错了吗 对 H这里一个右边两个也错了 OK 这题 反而是Boy的这个正确 OK 两个F1 两个F1 六个CL 这个2乘3 等于6 这个是3乘2 也是6个H 这有6个H 而且你还要再想一下 铁加酸是不是会产生氢气啊 对吧 会产生氢气和盐吗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而且呢 这个 等等的这个好像是二价的 铁加还需要好像是二价的哦 三价的羊除非是二仰化 三价的羊化铁才是哦 这题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我再确认一下我有没有操作题啊 你们等我一下 因为这个我是重打的 所以我要 我之前我没有看清楚 说如果 因为现在我突然间我原本以为是B 其他的错到很比较严重 所以我觉得答案 给我看一下这个 不好意思啊 找一下 这里有什么关键字给我找一下 不对不对 下列化学放成4 对 这个是可以的哦 选项是找到 但是这里他的选项是慢慢找一下 因为我有重新排列过 我又跟着那个章节的顺序再重新排列 啊他们给的那个啊是 像中华这样子打乱的 OK我们看一下 是哦 的确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 A其实 A也是没有配评好吗 对 然后 C其实也不是很对应该也是没有配评好 然后CACO参加这个你要C应该是CACO2才对吧 CACO2 然后他给的答案是boy 他给的答案是boy 也是有buck了 也是有buck了 我是觉得有buck了 这个应该是不 不对的哦 你去找一下课本哦 你找一下课本 你找一下课本 铁加这个锡盐酸是应该是二价的铁 不会是三价的铁 如果是三价的铁应该是 F1 2O3 反应才会产生三价的铁 OK anyway 所以这里呢用排除法啦 唯有啊 因为这里 2没有写到 还有C02应该要箭头往上 这个呢通电来 呃这个是 这个是电解嘛 然后应该是两个H2O还有两个H2然后呢也是去了一个箭头往上 再来这个A的话呢是没有配评好 没有配评好应该是要再乘 乘多少 这也要乘6 好像是 这要乘6 这里要乘3 这里要乘2 这里要乘2 总之是没有配评好 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对 但是他配评好 这个是有配评好 但是呢这个反应好像不是很正确 因为嗯 当然严格来讲 他讲如果他是那个什么反应的条件不一样 可能会会可以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成效 呃所以勉强我们只有接受他了 第三十题 王一恒 绿色植物在合成有机物的过程 一般不需要 阳光 二氧化碳 水 还是氧气呢 这个很简单吧 好 进行光合作用是怎样的反应啊 东西啊 是不需要氧气的 是的 OK 它是会产生氧气 所以他不需要氧气 好 所以 呃 我们整个方程式是六个CO2加六个H2O 然后在 有阳光跟叶绿体 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得到C6H12O6 这个是葡萄糖 再加六个O2 OK 所以这个O2呢 是产生出来的 第三十一题 陈冠佑 如图 两条相同的铁条 甲和乙 如果图一呢 我用手握着甲 乙不会掉下来 图二呢 两个掉位 我用手扶着乙 甲会掉下来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甲有磁性 乙没有了 OK 因为这里 握着 它不会掉下来 所以甲可以吸住乙 这样乙吸不住甲 因为甲这一边有磁性 但是它在两端 中间没有磁性 乙本身没有磁性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给吸住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32题 到李学明 食用处的pH值比盐酸高 但是呢 在家里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食用处 来检验酸的一些特性 通性 那 同学呢 在家里呢 就选用了下列的物质 来进行验证 哪一项呢 不能达到 实验的目的 也就是说 酸会跟什么反应啊 酸会不会跟铁锈反应啊 酸会不会跟鸡蛋反应啊 当然这里不是很好啦 它的意思应该是鸡蛋壳 鸡蛋壳 活性碳会吗 还是铁钉 我们知道酸会跟 氧 金属氧化物反应 所以可以跟铁锈反应的 再来鸡蛋壳呢 是因为CSO3 碳酸盐 然后呢 跟酸反应呢 它会冒出 二氧化碳气泡 所以鸡蛋壳呢 也是可以的 活性碳不行吧 活性碳是 真的是C罢了 C罢了 所以它 好像跟酸 不会起反应的 所以C的这个不行啦 C的不行 铁钉可以 因为酸 可以跟金属反应 会产生 氢气 然后会产生氢气 OK 33题 陈俊浩 酸和碱的组成中 共同有的元素 是什么元素 有没有铁粉 突然间用粉 很怪怪 直接用铁元素 不是好吗 要换成铁元素就好了 氧元素 氮元素 还有氢元素 哪一个是肯定有的 肯定有的是氢 为什么 因为酸是H 加某某某 对吧 H正吗 一定是有H正的 然后呢 减一定是有OH的 OH里面也是有H吧 对不对 所以要氢元素呢 肯定有的 所以答案是Donkey 你不用去看他说 那个酸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因为他可能 盐酸就Cl就没有O了 所以你不用去考虑那个什么养元素的了 因为酸来讲呢 有一些情况有O 有一些情况没有的 也是可以没有的 所以答案呢 是比较正确的 是东西 第三次诗题 孙明阳 下列有关一定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我们每次讲一定 很多时候是错的 这一回 有一个是正确的 有水气体沉淀生成的反应 一定是负分解 然后生成盐和水的反应 一定是中和反应 能和碳酸盐反应生成盐和水 一定是减溶液吗 再来的就是 盐和水 碳酸盐 再来东西的是 单子和化合物的反应 一定是止换反应 哪一个的一定 是一定 真的一定 A啊 负分解反应啊 我们讲说负分解的反应的条件 是有水的生成 或者是有气体 然后 沉淀 但是如果你倒转的讲法 是一定吗 我们可以想一下说 有气体生成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我只要举着一个例子 有产生气体 但是它不是负分解 就可以了 OK 比如 铁加酸 金属加酸 形成氢气 对不对 是不是有气体 是啊 但是这个是什么反应 这个是止换反应 因为金属把那个H 给止换出来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了 OK so 盐和水反应 一定是中和吗 生成盐和水 除了这个酸加碱以外 还可以酸加非金属氧化物 还可以碱加金属氧化物 这两个不是属于中和反应 但是它也是会形成盐和水 C的这个我搞不清楚 这个感觉上 如果碳酸盐跟碱溶液反应的话 一定 好像都不会形成盐和水吧 好像连反应都不会反应吧 这个好像不是很对路 所以这个连 我都不知道它可以跟碱反应会形成盐和水 这好像跟碱反应都不会形成盐和水 又何来一定呢 对不对 所以反而DONKEY的这个是正确的 单子跟化合物 如果它可以反应的话 它一定是直换反应 然后而且我没有讲到直换反应一定要是跟单子的化合物跟单子的 然后呢这个呢是倒转的之后呢也是正确的 好吧 所以答案是DONKEY 好 第三十五题 到李克明 小跳 小跳 很奇怪哦 小跳同学 喜欢花式跳绳 他经常加强练习以便达到自己的要求 60秒内跳了180次 他每次跳的平均高度是0.03m 大概3cm左右 他在这次的测试中克服重力所做的工 平均功率是54W 请问他重量是多少 哇这个有需要算一下吧 李克明来算一下 重量应该是他的力咯 对 力乘高度乘次数再除以秒 就会是等于他的功率 OK所以我们来写一下啊 基本上那个power power是等于Fs除以T这样子 那power是54 F是他的重量 S是他的0.03 但是他跳了180次 OK所以要乘以180 然后呢是60秒的 180跟60秒可以跃剪剩3 OK3乘3得到0.0 0.03乘3得到0.09 所以过去的话呢 W是等于54 除以0.09 9可以跃剪9654 得到什么答案呢 C 这题其实 这题其实我看了题目之后呢 我就讲 这题感觉上不用算啦 对 正常人的重量不可能6个牛顿 6个牛顿是多少kg啊 0.6kg 有人这样轻的吗 对吧 6kg也不太可能啊 6kg 6kg是我 我孩子差不多 6个月大连跳了 走都不会走 站都不会站的时候的一个重量来的 差不多一岁的时候就差不多去了10kg了 对 然后呢 只有600牛顿是比较合理的 600牛顿是60kg 所以答案呢 就唯有的是C啦 不过当然他也是可以讲说 你 他设出一个很奇怪的算是算到6个kg 然后他讲是小孩子 所以还是要计算一下了 还是要计算一下 好36题 我们教完了呢 那我们 从下面再开始 Marco 下列的叙述中哪一项呢 是正确的 日传递和做工 boy 好 我们看一下 日传递和做工都可以改变物体的日能 好像对 好像对 然后boy是错的啦 因为当物体吸收日量的时候 温度一定上升吗 不一定的 像说沸腾的那个阶段来讲 他的温度可以保持 但是呢 他的这个持续的在细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推翻这句话的 的一个例子啦 零度C的兵不具有能量 不是啦 我们讲说除非你零Kelvin 零Kelvin就真的没有能量 但是呢 零度C是273Kelvin 所以他还是有能量在那里相当大了 在 在这个自然界中呢 这算是相当大的 搓手呢 可以使手变暖 是通过热传递 不是 搓手是通过 做工 因为摩擦 生日 除非你讲喝气 就用口这样子呼 就是属于热传递 因为你用了那个热 肺里面的热空气 来让它变热 OK 所以这个不是热传递啦 这个是做工 摩擦 做工的 然后呢 这个不是不具有的 反正答案是A啦 热传递跟做工呢 都可以改变热 物体的热能 OK 这个是可以的 两个都可以 好 37题 贺金银 下列对能量转化的叙述 正确的是 发电机 工作需要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电池充电是电能转换成化学能 暖瓶塞被热气弹开是机械能转热能 汽油机工作过程是机械能转换成化学能 A瓜 A不对啦 发电机是机械能转电能 机械能转电能 然后呢 蓄电池 蓄电池原本我就讲 蓄电池应该是化学能转电能嘛 但是充电呢 就会是倒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题是非常的坑人啊 你要看清楚 如果是蓄电池工作 是属于化学能转电能 但是蓄电池 如果你充电啊 就是让它charge电的话 它是电能转正的化学能 所以这个boing呢 是正确的 OK C 暖 什么暖瓶塞被热气弹开 这个是热能转机械能 又是一个倒转的一个情形 汽油机工作的时候呢 是机械能转化学能 也是一个倒转的啦 应该是化学能转机械能 它是由燃料燃烧产生的一个动力 就是化学能转机械能 OK 这题也是一个蛮坑人的 然后好像那个 我先预告一下 刚才我找 我是去准备那个芙蓉的 明天的芙蓉中华的考卷 好像也是有这个选项 看起来大家好像 每一个老师上网找啊 好像都找到类似的一些题目 OK 第38题 38题到Izac 现在人们呢 注意健康的饮食 下列有关营养的叙述 正确的是 患地方性假装腺肿的病人 可以适宜的吃一些海产 如海鱼 人体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 主要由脂肪提供 口腔唾液里的唾液淀粉酶 将部分的淀粉转换成了葡萄糖 定制一份合理的食谱 用量最多的食物 应该是肉类 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呢 Izac Boy Boy是错的 提供所需的能量来讲呢 我们虽然讲脂肪能够提供的能量最多 就是perkg 某一个单位质量的能量来讲呢 脂肪是最多 但是主要提供能量的角色不是它 主要的是糖类 就是葡萄糖 糖类 所以这个脂肪是tends to储存起来的 然后呢 C来讲呢 唾液淀粉酶 只能把淀粉转换成麦芽糖 不是葡萄糖 没有这么快 到麦芽糖罢了 然后呢 一份合理的食谱来讲 根据课本 根据我们的课本 最多的是淀粉 不是肉类 为什么要讲根据课本 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讲说 生酮饮食啊 就是尽可能避免淀粉类 因为淀粉有糖很多 所以又把它好像是说就尽可能是吃蔬菜和肉类 这两个呢 占大部分 所以我不要讲现实生活中学的啦 因为现在感觉上大家 吃的习惯 可能就乖离了 就变成了要调整回 就会吃一些比较不同的一些饮食啦 那A呢是正确的 这题 OK 那我们根据课本啦 这最多的应该还是属于淀粉的啦 好 39题 苍尾 小肠是消化的主要场所 当血液流入小肠壁和流出小肠壁 相互比较 前者的特点是 二氧化碳量较多还是较少 氧气量较多还是较少 氧料呢 含量较多还是较少 我们问的是 我们问的是前面的 流进来就是说流进来的血应该是二氧化碳会比较少 对不对 二氧化碳会比较少 你选B就错了啦 对呀 二氧化碳应该是比较少的 含氧量应该要比较多 因为你要你流进来是动脉嘛 流进那个器官是动脉 所以应该是含氧穴 氧气含量会比较高 所以一用这样子两个看 你就可以算到 看得出来是C了啦 都不用看那个养料啦 养料呢 当然流进来的养料比较少 因为它在那个位置呢 它会吸收那个养料 然后运去全身 所以呢 前者那个呢 养料会比较少 OK 呼之欲出 当然是C 和金银讲 我爹之前也是说 要接大米 接了一天 就恢复正常 其实是 我们讲精致白米 其实我们的白米 是把那个 那个纤维给磨掉了 其实是 就是因为它变成了 精致的白米 所以造成我们的 这个糖的 这个吸收量呢 所以 大大的提升 所以如果是 糙米的话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 尽可能 就是他们健康的 那个 健康的那个 吃法的话呢 是把 把这个白米 换成糙米 把白米换成糙米 比较不好吃 口感上差很多 不过是比较健康一点 啊 啊 那个 奶底 奶妈有 买 糙米 一个 KG 好像还蛮贵的 一个KG 要卖 接近10块了 啊 去 好像是 Skinjan的那个 糙米 Skinjan 你去Skinjan买啊 他卖10块 你在奶底 那一马买啊 9块多 气死你了 真的是 啊 还要 他们去Skinjan 还要特地去买什么 手信啊 去买那里的米啊 我讲 这个不是在奶底 那买9块钱的 咯 他讲 我在那里买10块钱 你笨蛋了 啊 绕多一点 奶底 那一马 你就会发现到 很多东西 在那里其实很便宜 啊 第40题 我好像在打广告 这样子 呃 到谁了 到 呃 子余 子余 Cloé 呃 O型血液 是全市 捐学者 在紧急的一个 呃 情况下呢 E型血液 输送呢 是可以进行的 这个不是在讲 O型啊 就是 呃 接下来的情况呢 他是讲说 如果车祸中 是血过多 这个华人 华人 呃 然后呢 他急需要B型的 但是B型的血呢 缺乏了 所以这个孝华呢 就捐了他的O型血 第一次输血的时候 没有问题 第二次输血的时候呢 出了一些凝急的反应 那是什么原因呢 哦 这题比较 呃 比较 少 比较少处 这个其实我们的新课本就有讲到的 呃 如果是大量输血呢 我们就只能输同型血 就不鼓励说 呃 不鼓励是 异形的血 除非紧急 然后呢 是少量的一个情况 然后像是说 这一种 如果是O型血 捐过去 原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你捐过去的血里面呢 是本身呢 也是有抗体的 抗体B 所以造成了他 在他的身体呢 也是会有 呃 凝奇的一个反应了 所以如果你输血过多 会导致O型血里面的抗体B 来不及稀释 呃 所以这题很明显嘛 就是第二次输血才会有问题 应该是输血过多了啦 对不对 所以他把这个过多和过少 换一换而已 但这个答案就蛮明显的 当然是Dongki啦 OK 第四十一题 薰知 薰知 如图为针对水母 蝗虫 蛇 还有鲨鱼 四种 然后呢 进行这个检索表 一号 是问有脊椎 还是没有脊椎 有脊椎去二号 没有脊椎去三号 用筛呼吸 就是A 用肺呼吸 就是B 然后呢 无脊椎动物里面呢 生活在水里面是C 生活在陆地是D 请问哪一个配对是正确的 薰知给的答案是Dongki 我们来看一下 A用筛呼吸 但是水母是无脊椎的 我去二号不是一定要有脊椎吗 Dongki 错了 应该是鲨鱼的 因为我要去二号 一定是有脊椎 有脊椎里面用筛呼吸 应该就是鲨鱼了 用肺呼吸 应该就是蛇 肯定就不是蝗虫嘛 蝗虫是无脊椎动物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答案就出来了 像C是在水里面 所以水母在水里面堆 蝗虫在陆地 所以答案应该是A 这样子来看 请你要注意的 你不是只是注意用筛呼吸就甜了 你要看这个二号呢 原本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有脊椎动物 所以一定要是有脊椎动物 这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有 好 第四十二题 Terence 米勒和其他的学者 在实验室模拟原始地球的化学合成实验说明 原始地球上的条件和大气成分 是怎样的 原始生命诞生于原始大气中 紫外线有助于原始生命的形成 能够形成 构成生命体的有机物 然后能够形成原始生命 哪一个才是米勒的实验证明到的东西 Terence在吗 他可能不见了 因为那里的 他好像在宿舍 网络很卡 上个礼拜好像也是 达不到我 很卡 有这样卡吗 Yuhoo Terence 跑掉了是吗 哎呀还在呀 还在呀 Terence 第四十二题 什么答案呢 5 4 3 2 1 换人了 H 加明 C 总之 你看到什么原始生命就错了 因为整个实验并没有生成有生命 他整个实验只是产生有机物而已 然后呢 他猜想有机物过后不懂怎样 不懂怎样 所以他整个实验没有证明到有机物形成原始生命 所以整个实验呢 他只是证明到说 哦 他形成了 他得到了那个有机物 然后呢 有机物怎样变原始生命 不知道 但是我们猜 应该就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OK So 看到吗 然后什么形成有原始生命 错了 什么紫外线有助于原始生命 我们都 他整个实验都没有弄到原始生命出来 对 什么原始生命诞生于原始大气 这个 他都没有证明出来 其实他们猜想是在原始 海洋 原始海洋 但是也是没有证明出来 所以讲这样多也是没有用 反正就是只是有机物罢了 好 43题 陈宜璇 太阳的演化最后将会形成什么 他 过后呢 他又将慢慢的形成肉眼看不到的黑矮星 所以反正就是黑矮星之前是什么 当然是C 白矮星 对 他还有一些的能量存 存 就是 就是还有剩余一些的能量 所以他呈现会有发光白色的 一个状态 然后过后呢 能量没有完了 就是黑矮星 OK 所以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呢 是白矮星 当然是C Alicia 第44题 首先创立热星说的科学家是 谁 Alicia C 还要问号 是的 哥白矮星 是提出热星说的 他在他之前的那一位叫帝星说 帝星说是这个托勒密 托勒密 托勒密的帝星说其实是沿用了上千年吧 你是用了很久 过后 才被这个哥白矮推翻 其实推翻 哥白矮也是提出来 然后呢 过后呢 是由这个加利略 去 进行观察呢 再一次的support他 然后呢 过后当然实验 当然科学家呢 也慢慢的 觉得说这个 这个讲法又蛮 蛮 比较容易接受 整个推 整个星体的运行 也比较顺利一点 然后整个我们的物理的 那种理论呢 又比较贴切 所以就相信了 45题 秋天宣 秋天宣 我们利用机械 简单机械的原理协助搬运 我们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滑轮装置 将重量400牛 牛就是牛顿 中国的一个写法 以相同的速度 匀速提升5个meter 不计算摩擦力 和这个滑轮 和这个绳子的重量 那下列的判断 正确的是哪一个 F1跟F2 所做的攻向灯 还是F1比较省力 还是F1所做的攻比较大 还是F2的做的攻比较大 答案是C 你只要看到做攻 你就不用想这样多 我们的简单机械 省力就非位移 省位移就非力 力成位移是什么 力成位移就是我们的攻 然后呢 一个好像悄悄板这样子 这个多这个就会少 这个少这个就会多 而且乘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他怎样省都好 不可能省攻 他的攻是一样大的 如果摩擦力啊 神中啊 这些没有计算在内的话 他们的攻应该是一样的 OK啊 所以这种不用看的 答案就是做攻一定会一样 答案是A 不用计算任何东西 你只需要讲了说 B会不会对 我们知道F1是定华轮 F2是动华轮 应该是动华轮呢 是省力的 定华轮不省力 所以F2应该是比较省力的 那个啦 OK 马可又走了 你看迟到早退 嘿呀 怎样可以认真学习 骂一下他再给 46题 张 应该是到张义恩 张义恩 在炎热的天气里 人们都很 依赖吧 写错字了 依赖使用这个冷气 冷气 一台是1000W 如果你用5个小时 4台而定电 要为50W的电风扇 用了7个小时 那我们按照 Denaga National 我直接叫Denaga National 这个表 连续用30天的话 请问电费是多少 Boy 哇 很快哦 我要计算一下了 再计算一下 所以1000乘5 对不对 但是1000我们要换成kilo 对不对 kiloW 所以乘5就等到5kiloW 5kiloW h 然后4台 呃 4台 5 10W的 45 20 就200 200 200乘7 7 724 1400 换成kiloW h 就1.4 加起来就6.4 对不对 6.4kiloW h 再乘30 呃 3 1位 呃 4 3 12 6 3 18 19 19 2 19 2 都在200以内 所以直接乘这个0.218 好难算 不过你如果乘直接乘200的话啦 你直接乘200大概是40多块 所以你就可以看 你不用去算的太准 你大概知道应该是B了 啊 虽然 啊 虽然是这样啦 那我们用计算机来算一算是不是192乘以0.1218 OK 准确是真的41.856了 OK 我们有时候你略略就计算就可以了你们用啊192很靠近200我们用200成啊两脚啊两脚一200成两脚一大概是40多块 所以唯一的答案就B了 OK 所以有时候用这样子的数算啊有帮助如果你不够时间的话唯有就这样 OK啊第42 第47题 米弦 电汇计破包括了无线电波文采计mud 纯外线并以下线 今天枇限课系统根 transferred 各 用可放射电池博的事 他给的答案应该是B OK 但是我觉得答案A也是可以接受 为什么 电视机呢 虽然他的意思 他的想法 出题老师的想法就觉得说 他应该是要有接收 无线电波的信号 然后又可以发出去 所以应该是手机 手机是二位的 他又接收信号 然后又发出去 但是你在想清楚 请问电视机有没有发出 电磁波 他这里讲到明电磁波 包括可见光 如果电视没有发出可见光 你看个屁 所以电视的荧幕发出来的那些光 就是属于电磁波了 所以这题他其实应该要换 换成 电器中 可以接收 无线电波 又可以放出无线电波 这样的答案就会是比了 不过如果你换成了电磁波 这样应该A也是可以接收的 所以这题其实有点出错题 第48题 水是生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下列关于水的叙述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氧化物就是水 长期饮用蒸馏水对身体好 水是万能容器 肥皂水可以区别硬水和软水 这个科学上来讲我们是讲说蒸馏水缺乏这个矿物质 缺乏矿物质 所以呢 是比较不好的啦 所以不要长期的饮用 虽然课本上是这样子 不过有很多的一个讲法就是说 我们的食物中呢 其实都有很足够的这个 矿物盐啦 所以我们不是这么需要依赖水来获得这些矿物盐 主要是现在的我们的食物太过丰富了 真的就不需要从水那边获得 所以如果饮用这个蒸馏水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根据课本回答 所以答案boy是不是很正确的啦 OK 那我曾经有一度怀疑 是氧化物最小一定是水呢 会不会有更加小的可能性呢 应该是不太可能 因为H已经是O 它只有一个 H它只有两个 有什么情况会比这个 这个这个相对分子质量 相对原子质量可以 比二来的更小的一个化合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H都变成了4了嘛 H的那个相对原子质量都是变 都去到4 其他的元素更加不可能 所以真的水呢 应该是最 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氧化物了 然后水是万能容积 因为它是有 有这样子的教法啦 这个是旧课本有这样子讲 而且它可以容很多东西 这个是的确是真的 因为肥皂水可以分别硬水跟软水 软水就会有很多泡沫 硬水就没有 大概是这样子 好49题 49题到韩杰宣 可更新能源指的是自然界中可以循环再生 并且长期提供的能源 以下 哪一个既是一次能源又是可更新能源呢 V OK 风能 对 风能是可更新能源 呃 煤气不是啦 煤炭也不是啦 这些是可以用 呃 这些是不可更新能源 电能 你就会想 哎老师 电能是属于可更新吗 其实电能是属于二次能源 我们并没有说把它放在可更新 还是不可更新里面 因为呃电能 电能是我们 呃我们呃人类提炼而成的 提炼的 我们用这个发电机发出来的啦 所以是看你之前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让它发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 二次能源没有人讲可更新不可更新 就要看你的那个一次能源那里是可更新还是不可更新 好 第五十题 蓝廷辉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 有三条 食物链 如果大量 捕蛇 会有什么后果 青蛙的数量 会减少 老鹰 会没有食物 而死掉 稻米的产量 会减少 危害粮食 还是杂猛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稻米会减少 为什么 我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啊基本上你如果补蛇的话呢 如果你补蛇的话蛇 呃 一减少 老鹰会不会死掉啊 应该是不会啦因为他还有这个老鼠可以吃吗 老鼠 呃 就会减少 那老鼠减少的话呢青蛙就会增加 青蛙一增加呢这个杂猛就会减少 咱们跟老鼠减少反而稻米会增加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说上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边应该是杂猛减少反而是正确的吧 因为是青蛙应该是增加 稻米应该是增加 老鼠应该会减少 因为老鹰没有蛇吃 然后呢他去吃这个老鼠 我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达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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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蒙 达蒙数量大大减少应该是正确的啦 OK 大概是这样子 你还好吗 不好 我好累 呃 我还有几多久的时间 20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加快一点了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贝博图的部分 呃 简单题 六题 这一题呢 他讲到这 这个是一种蝴蝶嘛 叫什么名啊 叫 呃 帝王 帝王蝶 然后呢 他是采这个花蜜的 但是呢 他后面有很多天敌 等着他 有鸟啊 黄蜂啊 蜘蛛呢 都在吃的 都在 去啊 捕食他 所以写出 一条 帝王蝶 参与的熟练 所以应该是 花蜜被帝王蝶 吃 然后帝王蝶 又被这个蜘蛛吃 但是后面到底是怎样呢 就是蜘蛛被黄蜂吃吗 又 蜘蛛被鸟吃吗 这个 他整个故事并没有讲 对吧 整个故事并没有讲 所以我觉得应该到这里应该就够了吧 啊 所以 还是你自己放多一个蜘蛛被鸟吃 应该也是可以接受啦 因为整个故事没有讲到 如果你的逻辑 觉得说应该鸟也会去吃蜘蛛的吧 然后 这样子放也应该也是可以的 黄蜂和 哦 看错了 sorry 刚刚才做了 就 黄蜂跟 蜘蛛呢 都等着吃这个蜘蛛蝶 所以黄蜂跟蜘蛛的关系呢 应该是竞争的 啊 竞争关系 在这边 他又有讲了 哦 蜘蛛蝶呢 他的这个 这个身体呢 有很多黄 黑黄相间的花纹 然后呢 他让这个天敌看到了之后呢 有一种 惧怕的感觉 看他那个样子 有点恐怖 呃 所以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适应环境的方式呢 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有三种吧 好像是三种 第一个呢 是保护色 保护色呢 就是跟周围的颜色很像 第二个呢 是警戒色 一般来讲呢 如果他是有毒的 所以他的颜色很鲜艳呢 这个叫警戒色 第三种呢 叫尼泰 尼泰呢 就是板栽叶 板什么呢 板什么呢 它板跟周围的环境一样 所以你就看不出来 像竹节虫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的 就是 半到好像很恐怖 半到好像 是有毒的感觉 这种也算是尼泰 像是我们课本其实有提到说 不懂课本还是作业啦 有曾经提过说 有一种蛇 它颜色鲜艳 但是其实它没有毒的 就是它板到好像有毒 好像是警戒 你 但是它其实没有毒 所以这个呢 是属于尼泰 而不是属于警戒色 OK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呢 应该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板到好像很恐怖 但是其实它没有毒的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尼泰了 好 东西的部分呢 就叫你填完一二三四 其实它这里有讲到呢 是运用这个达文演化的一个学说 我们太长了 我们看前看后看 看要填什么就好了 繁殖能力很强 对不对 第一个阶段 我们是过度繁殖的 然后呢 与天敌之间进行什么呢 当然就是生存斗争 对不对 然后过度繁殖生存斗争 就是我们达尔文的这两 四个阶段的其中两个 最后呢 它就讲说 谁会生存 然后呢 不适者呢 就会淘汰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适者会生存 像后面有写了生存 我这里就不写了 适者生存 然后呢 不适者的就会被淘汰 这样这个过程呢 是称为 自然选择吧 自然选择 OK 自然选择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四个阶段 OK 四个 都是属于达尔文演 达尔文的演化学说里面的 重要的四个阶段 好 第二题 下图为人的性别遗传图谱 然后根据图来回答下列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母亲 她分出来了之后 这里的生殖细胞 A的染色体是什么 那她这个染色体应该是 唯有的就是X而已 因为妈妈呢 只有X 妈妈的性染色体里面呢 只有X 爸爸呢 就可能有X 可能有Y 那她就问了 这个生殖细胞A 里面有多少条染色体呢 我们人体呢 有46条 23对 生殖细胞呢 就会减半 就会变成23条 所以这边呢 答案是23条 图中过程呢 B 是什么过程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卵细胞吗 生殖细胞 这个应该是精细胞吗 重新结合回 卵细胞跟精细胞 卵细胞跟精细胞 精细啊 精细 结合的话呢 我们是叫做受精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受精作用了 这个一个看起来 好像数学题 但是其实是很简单的 一个题目来的 如果有一对夫妇 他第一个生了男孩 请问第二个 要生男孩的几率是多少 每一次都是重新洗牌 我跟你讲 每一次都是50% 你不要以为说 老师明明第一次 已经有了男孩 这个第二次男孩的几率 不是减少吗 那个已经发生了 过去了 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 那个就不再算了 新的一个开始呢 都是50%男 50%女 玩55 反正就是 你有没有看过 上这个云顶的人 连数十场 我跟你讲 你连数十场 当然你讲说 连数十场 这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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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024分之一 你这样子都可以输的 真的是 真的是有人 真的是连数十场 是有可能的 真的有可能的 OK 所以反正就是 每一次都重新开始 每一次都50% 不用想这样多 OK 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数学题来的 一 一的题目 孕妇呢 在怀孕的期间呢 需要摄入各种的营养 营养物质 然后呢 营养物质最终通过什么来 供给 供给 我每次读供给 呃 胎儿生长发育 当然这一边 我在想 到底要是用 期待 还是这个胎盘呢 你不懂 你就两个都写 反正他不会错的 对不对 因为你 他题目的确是不清楚 很多时候我在那里 最终是不是应该要期待 还是要胎盘 想这样多 什么两个都写了 哎呀 胎盘和期待 搞定 他不会给你错的 OK 好 第三题 呃 海拔跟气压的关系 这个我不看图 我都知道 海拔越高 哎 那个气压一定是越低的 哎 这个不看图都可以的 然后呢 再来 他就讲说 哦 这个小军的妈妈在酒店 三顶的酒店呢 煮方便面 结果那个面好像很难熟 煮的特别久 啊 这个是因为气压低呢 造成他的这个 呃 三瓶的矿泉水 然后呢 去到山底下呢 这个矿泉水呢 就凹进去了 这个是什么关系 啊 而且他要用 什么海拔跟气压的变化来解释 当然你要讲说 这个海拔高的地方啦 我这里写三顶啦 三顶的气压低 啊 所以那个气压低的空气呢 已经进到去了 那个瓶子了 之后 去到了底下呢 这个山下就是海拔 低的地方 周围的气压 就会变高了 哎 周围的这个气压 比里面的高 所以就会把它压进去 你大概呢 解释出 呃 山顶 山下 呃 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就大概就可以了 最后呢 他看到了有人 呃 焚烧枯叶垃圾 请问 呃 一个 是写出一个燃烧产生的污染物 还有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那有什么污染物啊 就真的是 不是很晓得 二氧化蛋肯定是有啦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讲说 哦 二氧化蛋啊 对 二氧化蛋的影响的 大概就是什么家具 呃 温室效应 虽然燃烧一下垃圾 应该是不会去到这么严重 不过我们出一水罢了 这题 当然也可以写什么PM2.5 这个就比较难 很少人会联想到 PM2.5会引发呼吸道疾病 啊 等等等等 这个是open question 基本上 呃 给你出一话了 如果你要写 哦 他可能会有产 这个垃圾 反正因为他写垃圾 垃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物质都会有啊 你就讲说这个垃圾里面可能会有含流的物质啦 燃烧出来有二氧化硫啦 还是有氨 含氮的物质 燃烧出来会有 呃 氧化药物 呃 造成酸雨啊 可以 可以 总之你不要配对错 你不要跟我讲淡氧化而物造成温氏效应 我就打你的头了 OK 这个就错了 OK 所以只要前面跟后面对应 啊 就可以了 OK 第四题 呃 地球上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啊 什么火层岩 层机岩 啊 变质岩 啊 什么恐龙化石 我们跳跳来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图甲 是含有矿 呃 恐龙化石的岩石 请问它是 什么样的岩石 肯定是成绩岩 这个我们有学过了 化石一定会在成绩岩 成绩岩未必会有化石 理解啊 这两个逻辑 成绩 化石一定是成绩岩 成绩岩就未必会有化石 但是只要有化石就一定是成绩岩 OK 根据图 以图啦 然后生物遍布的应该是在地壳啦 没有东西会去到地蔓的 对不对 啊 我们的内部结构嘛 地球内部结构分三层 分四层啊 好像是 因为他们那分地壳 还有地蔓 还有外 外地 其实是有分成上地蔓跟下地蔓 然后呢 分成外地核跟内地核 不过很多时候地蔓 他们就没有 没有讲这样多 就是讲地蔓而已 就分成了四层 然后在这一边呢 生物都是在地壳的 不用看 地壳 火山 喷发出来的岩浆 是来自于地蔓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土壤呢 是由岩石 长期 长年累月的 风化过程 风化作用 形成的 然后呢 那请你 写出一个常用来识别岩石的方法 有六个啊 对 有六个我忘记了 第一个是 看光泽嘛 哎 看颜色嘛 看 看这个调痕啊 看另外一个呢 是画 什么什么 断口啊 等等啊 总共有六个 挂痕好像都不失了 挂痕好像都不失了 反正就是什么 解理啊 好像有解理 我们简单的啦 光泽 看光泽 颜色 这里其实是有两个答案的 看光泽是一个答案 看颜色是应该一个答案 总共六个 其中一个就好了 OK 第六题 下图为部分的元素周期表 按照下图回答问题 是金属在第三周期 第三周期是什么 打横看 对 打横看就是这里 这一边 第三周期 第三周期呢 有很多的常用的用品呢 是用这个金属的合金制成的 其中呢 这个金属呢 有一层的氧化膜来保护着它 请你写出这个氧化膜 这个应该是铝来的 铝的氧化膜啊 AL2O3 OK AL2 小2 写下面 给它 O3 AL2O3 OK 因为AL是三价的 O是二价的 然后呢 交叉写就AL2O3 它写出属于液态的元素 液态其实不多 非金属的液态呢 是锈而已 然后呢 金属的液态呢 是孔 但是在这边 好像没有HG 是吗 没有了 所以我们唯有的 就写这个BR 锈 OK 那写出可以与酸反应的其中一个金属 写出它的反应是 哦 能够跟酸反应的好多呢 啊 甲盖纳 美女 新铁系签 同就不行了 OK 全部都可以 但是在这一边呢 好像没有去到新铁系签吧 呀 好像没有嘛 所以我们就选择几个咯 当然离背我们就不写了 这个不是我们的学习的范围 我们是甲盖纳 美女 就这五个 选择其中一个 写出几个 我写完它了 甲盖 那 美 女 这几个都可以了 只是说你要选一个来写那个反应哦 没有我不可能喜欢的啦 对对 呃 跟酸反应 跟酸反应最简单的 是na na有点太活泼了吧 不管它了 我们选比较简 不要OK 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写mg mg加h2 so4 得到 呃 mg so4 加上h2 啊我为什么要选二价的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用配平 啊你又不用配平 然后呢这个 呃 箭头网上啊 就就就可以了 好这个mgso4 mg加h2so4呢 这个就最简单的了 根据途中两个元素可以进行 化合反应 是写出是化合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图中 这里啊很多的 当然我们最典型的是写na跟cl啦对不对 当然你也可以写ca跟o好多勒你也可以写p跟o 可以跟o的那个燃烧就很多很很很很比较难一点因为是呃形成这个无氧化20啊那个会比较比较比较难写哦简单的话呢你写当然如果你写哦好像不是很对录啊要写o2 欧图就会得到mg哦那你要配平的话呢这里量这里要放两个这里要放两个 okmg叫o2 ok 简单了哦说这个很多啊 这个真是改死人的我连加 如果我是老师我出我出道这样子的题目一定是被我的同事骂死我 我会这里好多组的答案了都可以接受 所以最后呢就要看你的老师随机变了啊这个又可以起给对那个又可以给对啊这样子 skema很难写 这个标准答案了很难很难给同事来作为标准 非常辛苦啊 改次不要出这种题目 ok第六题 小美跟啊 父父亲啊来到这个公园游玩小美想要给 父亲呢 想要父亲给他当球签 当球签当球签要摇荡的时候呢 小美 父亲将小美拉到A的位置 然后放啊 ok A到B的转换呢就是 呃 势能啊对不对 重力 势能 转换成动能 对动能 那A的位置储存的能量 和总和 是否跟B储存的能量总和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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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能 能量 守恒定律 这个我就不解释太多了 你可以讲说 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 能量走恒定律 告诉我们说 能量呢 只能从一种形式 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呢 他在A跟B呢 他只是 重力是能转换成动能 动能转换成失能 这样子转换来转换去而已 所以呢 他们的能量呢 应该是相同的 再来呢 小美从 鞦韆上下来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 然后呢 他把他抱起来 背在背上 然后呢 走了约 800米的小路 再走了两层的 楼梯 才把小美背到家里 涂药 写出 你认为小美 爸爸对小美 没有做工 的例子 水 水平 移动 10 没有 做工 因为我们讲有做工的情形呢 你一定要是力跟位移呢 是要同一方向 像水平移动的时候呢 他的位移 是打横的 你的力是往上的 因为背起他嘛 对 但是他上楼的时候有啊 上楼的时候有做工 但是水平移动的时候呢 是没有 没有做工 OK我就这样子写就好了啦 OK你自己在家里的叙述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七第八第九 第九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七题是 呼吸运动的 然后呢 呼吸作用 植物的呼吸作用 所以这一张 这一张这个步骤部分呢 你就要很熟练的是 他应该是要拿那个叶片拿去 等等啊你给我看一下 看一下他有没有进行 进行到这个光合作用 一般来讲 我们要放去那个 放点那个 啊 啊 我们要放酒精然后呢隔水加热 然后呢 又要用水冲洗 然后呢 滴点的那个 OK是那个 实验的 步骤呢 你要很熟练的 当然这个液态的氯化钠呢 氢氧化钠呢 其实是吸收那个二氧化碳的 所以他只是 他是要证明说 光合作用呢 需要的二氧化碳 所以有用到这个 氢氧化钠放在这里的话 这个叶片B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你就做那个隔水 呃 地点那个呢 他会 没有没有变色的 OK A的叶片的就会有变色 作为对照组 放在黑暗是48小时是要用进他原本储存的这个 淀粉 氢氧化那是吸收二氧化碳 然后呢 这个是 取水性 那个根有取水性 OK 屈性运动来的 然后 A跟B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往下伸 这是网恒的 OK 这个是 是的 所以他是四面八方啦 正常的生长这是往右边的生长 然后 写出 B跟A都没有出现的屈性运动 说你这个可能什么叫屈化性啊屈出性啊这些任你吹的啊这这些是合理的就可以了 然后第第八题来讲呢应该是化学题 这个是什么物理现象有下雨咯下雨嘛对不对 好就是水循环了 哦 哦这里这里这里的物理现象哦这个是蒸发吗 我们的 衣服会蒸发啊所以这个是 物理现象之一 4号跟5号的名称 地上浸流啊 4号是下雨吧 啊 降水降水和什么地上浸流 然后 呃这个太长了 反正就是 看那个三泰的变化吧 哎三泰的变化应该不是很难的再看清楚那个题目 呃再来的就是这个是 怎样才可以把式的衣服更快的晾干 所以有一个是 打火机就是 升 增加快他的温度的 加 升高他的温度的对吧 升高温度 呃 所以这个 细管又什么 细管是吹风吗 呃 这个好像很奇怪 啊 像是滴水在玻璃片然后用细管吹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用这个打火机升温的情况 所以他基本上是有几个 两个实验了 这样子 哈哈哈 你就不要选了如果你看到这个题目崩溃的话 所以有时候要思考一下因为他的这个 实验呢 其实他最好的 题目呢应该是要在前面的是要探究什么东西 啊 所以这里解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你要探究温度 呃温度跟那个 呃 蒸发的速率还是 还是气流 因为有没有风会也会增加那个 呃那个那个速率的 对 那长达题其实你不用太担心20分罢了 啊 啊 你就拿一些碎碎的地方 像说计算 计算电阻啊 这些可以拿的 啊然后呢 什么 连接的方式应该要么就串联 要么就病人 这个可以看一下 哎 所以一般来讲呢 你会看到哪很爱的 很爱出 电的题 啊第9题 他们很爱出电的题 作为物理题 然后呢 呃 化学跟生物呢会比较多的变化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 OK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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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